全能歌手 上周开始进行为期两周的 国台双声带高压淘汰赛 第一周因表现不佳 落入观察区的有 张龙 胡知熙 王彦堂 知弦 全能歌手全程共八个主题 十六周赛程 赛事来到第三主题 国台双声带高压淘汰赛 本周将进行第二周赛事 十位选手必须在两周赛事中 演唱国语台语各一首歌曲 最终陪审将纵观选中表现 淘汰四位选手 仅有六位选手能够晋级 今晚将再度淘汰四位选手 背负着群众的压力 以及前线完美演出的决心 选手是否能蜕变 更接近全能歌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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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你生苦別人 就是我 怎麼會你再多想念 還不說在乎 渾身結束 想要逃出 卻什麼也留不住 當時間不危險 我已讓愛延續相一起 你可不可以輕輕地鬆開自己 就算你想放棄也可以 失去也可以 別再步步行逼 無謂雨滴 愛只會窒息 就算多難捨的過去 最後還是會過去 懷念的擁抱和那體溫 要微笑平息 就算你想流來也可以 任性也可以 別再苦苦壓抑 鎖上其實心會更鋒逼 就算多難捨的淚滴 最後不讓你沉溺 就算一個人 只想還有自己 只想還有自己 當時只付給你掃心的禮物 天性的讓你返回上一幕 還有那熱烈的曾經 伴隨著你全心 就算你手有淚 就算你手有淚 任性也可以 別再苦苦壓抑 所想其實心會更鋒逼 就算多難捨的淚滴 最後不讓你沉溺 就算一個人 至少還有自己 謝謝顏藝閣 荒山亮老闆老師 歡迎收看全能歌手 也謝謝兩位老師 一開始帶來這麼精采的歌曲 上週也是陪伴的 我們從十位選手裡面 有四位已經到觀察區了 所以本週要淘汰四位 我也很緊張 緊張嗎 荒山亮老師有什麼 心裡喊話一下 我覺得這個舞台 要克服的第一件事 就是不能緊張 對 只有不緊張才能夠 才能夠有好的表現 是 有說跟沒說是一樣 我越講我越緊張 那你有什麼心裡喊話 我覺得好像 反而是不要想太多 放手一搏 放手一搏 然後享受舞台 對 今天四位進行觀察區 更緊張 因為會不會 本週淘汰也不知道 是 但精采可惜 謝謝兩位 來 請入座 好 我們本週要繼續進行 國台與雙聲帶的高壓淘汰賽 今天就會淘汰四位了 接下來要介紹 我們優秀的評審 梁一貞老師 阿慶老師 大家好 薛忠銘老師 我們優秀的樂隊老師 黑洋樂團 馬上要介紹一號參賽者 好巧不巧他也是在觀察區的 一起來歡迎張榮 瓜哥好 你上一個禮拜進觀察區 我們是想都沒想到 但是壓力應該很大 對 壓力很大 然後這禮拜就拿出 比較適合我一點 R&B一點的曲風 R&B的 你上禮拜唱過一個嗎 對 我上禮拜唱過一個 那這禮拜要唱台語歌是你拿手的嗎 不太拿手 因為我其實來台灣只有13年 緬甸華僑嗎 10歲前都在緬甸 所以我覺得這次算是一種挑戰 但是下主題又是郭台語嘛 對 所以你必須要學一首台語 沒錯 對你來講雪上加霜 上禮拜已經到觀察區 現在在唱 你不是拿手的歌曲 可是我覺得那個曲風 算是滿有自信的 那你要唱的歌名是什麼 看 看 矮 看 矮還是看 矮 看 矮 矮 真的是看 矮 好 緩緩愛的意思 對 緩緩愛 來 一起來欣賞 他們在台語的那個 是否要 找人特別修正一下 唱不起來 乖乖愛 乖乖愛 看還是不行 我現在音都會了 但是我目前最怕的是 就是我沒有抓到台語等等的語韻 就可能沒有辦法表達到 歌曲最想要表達的樣子 但我會試著盡力看看 我們在台語的歌曲 我們在台語的歌曲 有几准旁白白出来 我白白 你也知道 甘愿有缩时间 让你一个未来 看看爱 看看男孩 看看靠我走 到幸福的存在 看看爱 看看说好你知道 看看流落来 欢喜的蜡蜡 因为你的爱就是我的转世界 因为你是我们找的 Mrs.Ryne 我摸摸心期待 让你将来 一定有过也有败 我摸摸心期待 我摸摸心期待 看看等待 看看向我走 到幸福的存在 看看爱 看看说好你知道 看看流落来 欢喜的蜡蜡 我摸摸心期待 看看看爱 看看等待 看看看向我走 到幸福的存在 看看爱 看看说好你知道 看看看看看richt 看看看看空落来 欢喜的蜡蜡 寧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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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表現還不錯 我這樣沒有看字幕 還聽得懂 妳台語在唱什麼 還滿標準的 謝謝瓜哥 觀眾看到這首歌 會很難想像 妳為什麼上個禮拜會在 觀察區 死因死疲一死 每一个人每一天状况都不一样 没错 今天到底有没有希望不要被淘汰 我想听听薛忠明老师的一切 好的 来 薛老师 把这个音乐做了点改编 有点节奏蓝调的感觉 那你唱的这个律动感也是蛮不错的 但觉得你今天的鼻音更严重了 对 因为最近有点感冒 哦 瓜哥要注意一下了 算有一点 我觉得这个律动就是很不错 这应该是你的强项了 要节奏蓝调一直都是你的特色 那可能因为你感冒 感冒其实很辛苦 又要唱这个位置又很难唱 我觉得你其实辛苦你了 花很多力量要撑在这上面 除了这之外 我觉得你可以当你痊愈之后 尽量去修正你在唱歌的那个律动感 我觉得律动感除了这个尾巴的这个节奏之外 还可以在修饰的在情绪上面 再多加注在那个感情上面 好吗 这样子 黄山亮老师请 张龙 很棒 我喜欢这个版本 那很开心就是 你把这首歌唱出自己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歌手 必须要具备的能力 然后中间有很多的 比较adlib的部分 我觉得你其实还可以再 再多一些些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是唱你的版本 但是基本上我已经很喜欢你今天的表演 加油加油 谢谢老师 好 听起来是蛮有机会的 我们也要给颗星 五位老师 到底有几颗星呢 来 请给 现在介绍二号参赛者 庄亦凡 有人告诉我 爱情像杯酱 他还告诉我 他还告诉我 是被热制的酒 有人告诉我 爱情像杯酱 爱情像杯酱 他做和他把别中没痛 因为他藏不了你的舍 因为他藏不了你的舍 也下不了你的口和吧 别考虑这么多 他藏不了你的舍 他藏不了你的舍 也下不了你的口和嘴巴 不要回头 和爱情像杯酱 和爱情像杯酱 因为他藏不了你的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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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藏不了你的舍 别考虑这么多 他藏不了你的舍 也下不了你的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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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嘴巴 不要回头 不要回头 和爱情像杯酱 和爱情像杯酱 中原唱的酒 庄宜凡 《愛情妙的酒》 这首歌平常比赛场合 都會出來 尤其是大家很喜欢唱的一首歌 但唱得好 可能是分數很高 如果要唱不好可能就很冒险 對 對不對 而且這首歌是 他的歌詞比較少 但是就是要有層次去鋪陳 我覺得 其實他之前就有參加過各樣比賽的節目 那有沒有別人認出來呢 玉凡 有 就是在工作的時候 就之前有比其他節目的比賽 然後還有《台灣那麼旺》 然後在工作的時候有 被粉絲認出來然後合照這樣子 是 所以今天再次登上這個舞台 希望你有一點收穫了好不好 好 那我們請評審來講評 阿清老師 《愛情亮的酒》其實這首歌很不好唱 因為它就是你剛剛講的 它就是歌詞很少 旋律很簡單 所以其實它要很多的 內在的情緒 尤其這首歌其實 你可以想像它應該是要 有一點點失控邊緣 有點微醺了 其實它的感覺是要在 我覺得要在醉一點點 但是你唱得很理智 每一個音 就 就 就是 讓我感覺喔 唱得 太清醒了 所以好像那個醉的感覺少一點 但是你說 很嚴格要講說哪裡有走音 其實沒有 哪裡有破音也沒有 但是就是覺得聽起來有點進不去 哇 這個就危險了 好 演藝哥老師請 其實我滿喜歡 你一進歌的那個感覺 所以你一開口我就 哇 很陶醉 其實前半段我有點想說 你已經沒有在比賽了 你已經有點要進入狀況了 然後就會有一點點期待 希望 像你剛剛自己也講說 因為歌詞比較少 需要有些堆疊 但其實你第一遍副歌的時候 感覺你已經push out 70%了 一直期待後面會讓我覺得 哇 的那個感覺 沒有到 但是真的我覺得唱歌可以稍微 感性一點 然後讓你自己 怎麼講冒險一點 不用怕出錯 不用怕犯錯 就是 真的就是let it go 反而可能 就會有一些驚喜 好 謝謝評審的建議啦 那評審也要給他們 到底有幾顆心呢 評審請給心 你的口和嘴巴 接下來介紹三號參賽者 葛承宇 大花大年來一定會有一些肢體語言嘛 對不對 又要顧又要唱 這會不會是你的障礙 因為它是一首快歌 然後搖滾有態度的歌 我覺得即使我練 可能真的沒有辦法咬字到那麼精確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拿出我的態度 去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整體舞台的氛圍感這樣 我覺得畢竟它整體還是一個表演 你害我的臉來暗暗 你的心 我的心 激激多的機會 是被打算怎樣 都是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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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害我 整天的夢夢 你的心 我的心 現在也不要再加 嘿 別討我的愛 我的心 壓不渺 你 那個 你 就 這個 就是你 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都是你愛我來起心下命 你的心 我的心 夾夾做一回 只要爬身 安裝 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都是你愛我 整天在花大 你的心 我的心 今也別哭夾 嘿 別吵我的愛 我才你著來 別吵架心愛 萬壇無人在 獨眠罪風太 千千三文難 其實我都知道 愛愛 我才你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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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吵架心愛 別吵架心愛 萬壇無人在 獨眠罪風太 千千三文難 可是我都知道 愛愛 別吵架愛 我才你著來 別吵架心愛 萬壇無人在 獨眠罪風太 千千三文難 可是我都知道 愛愛 我才你著來 我才你著來 好大你著來 葛承宇 超厲害的 謝謝 這首歌來講 真的很辛苦 你從頭唱 從頭跳到尾 對 過在地上起來 核心要很強 你的肺活量也很大 當然我沒有聽到 你的細微的聲音 但是 因為我剛剛看了他 我回憶就湧上心頭 就想到他爸爸 他 我爸有 高大哥 你爸爸還跳成這樣 我講滿屌的 他很厲害 他就是自己 他的模仿對象是 攻擊啊 他以前頭髮也是弄成這樣 對 全皮全部長刺的這種 在台上拿麥克風 就是羅斯杜爾的風格啊 對 但是我看到你的舞蹈 比他難多了吧 你這樣跪 這樣爬 你根本跟舞者是一模一樣 你為什麼從頭要跳到尾 因為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這一次 我發現 我之前好像第一集唱跳之後 好像就沒有再唱跳 對 因為上次法如雪比較不一樣 上次法如雪是比較偏慢 那但是因為這一次 選台語我想說就 因為原本也有在選幾首歌 那我想說還是想要展現一下 就是台語搖滾的感覺 對 所以就帶來一首唱跳歌這樣 我記得上次曉雯老師 丁曉雯老師跟我聊天的時候 有機會建議你就是要運動 對 對不對 你這幾個禮拜有加強嗎 總而言之 我覺得他 今天展現的舞藝相當不錯了 我們來聽楊逸森老師請 好的 我覺得今天其實整個態度跟感覺 我覺得 好像是我看到一個小丑女 然後在搗蛋的感覺 對 然後有感覺到你表演的企圖性 當然我覺得那個肺活量可以練 你可以試著就是邊去跑步 邊去唱歌 因為可能有時候像你的舞蹈動作 是比較滿的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用力跳完 你可能就會插氣 對 所以這個要有一點注意 可是我覺得無傷大 因為整體的表演的感覺 我是覺得滿喜歡的 謝謝 謝謝 我有感受到那個 好大你到來 跟阿妹不一樣的感覺 是一個比較 搗蛋 比較沙爺 比較可愛的感覺 謝謝老師 一定不一樣 阿妹這樣跳還能唱嗎 但是從頭跟到尾 黃三亮老師請 整個表演我覺得是非常棒 非常成立 視覺上 然後整個 整個的呈現 我覺得那真的是有你自己的一個味道出來 Rock的東西 有一些輕重音 我也建議你去多嘗試一些別的變化 因為你比較容易就是 就是重音會在每一句的前面 好大你到來 當然這是一個方式 可是你可以在不同的變化當中 找到不一樣的Grooving 我覺得這是你可以多多練習的部分 好 加油 沒問題 謝謝老師 有贏你爸爸了 清出於藍 勝於藍 冰出於水 寒於水 這也是他樂於見到的 好不好 謝謝 那我們評審請給心 接下來介紹四號參賽者張瑋 2個評審 為日大크�ulan由呈現 我們會跟你說佛原音樂 再えない 對它是讓你動 text 睇口 恋人真是路过时的风轻 曾经还过年轻 却绝对真心 我给的爱是种任性 不同花开是一次的爱情 曾经还过年轻 泪成真同名 你的坚定 我若人还相信 曾经还过年轻 却绝对真心 我给的爱是种任性 不同花开是一次的爱情 曾经还过年轻 泪成真同名 你的坚定 我若人还相信 直到如今你说爱我的那幅信 我一直都收藏着这点用心 让时间干净 曾经太过年轻 在人海漂流 那些惯弱的事情 藏有你紧紧跟随的声音 曾经还过年轻 泪成真同名 泪成真同名 你曾坚定 我若人还相信 张维 曾经太年轻 你今年才22岁 是 去全十四首歌 不是像我们来唱 就是现在60岁 那22岁叫做年轻 可是你22岁 你的年轻是几岁 可能17岁 也不过五年前的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 没有 就是 我觉得在17 18岁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人生中很重要的阶段 因为就是在那个时候 的 对待感情的时候 你反而会更加的奋不顾身 然后就是 好的音响还是不好的音响 好的音响吧 对 我觉得任何感情这一段 都不用抱怨对方 即使分手 都会有找到一些 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对 体会很深就对 好 那我们请评审来讲评 我们请到薛忠明老师 我觉得你唱歌 有一种黏性 叫做黏着度 就是让人家听起来 会有一种 好像很想往里面去探究的地方 但这个歌呢 需要有一点点的张力 就是有一点点的情绪的爆发 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通常用的位置 比较浑身多了一些些 可是在那个高音的地方 就会难免听起来 让人家觉得有点尴尬 你到底是要唱真音 还是要唱假音 这是我今天听到 你这首歌的概念 嗯 第二个我觉得 你好像今天状况 没有特别好 嗯 是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穿了高跟鞋 你受了影响了 对 然后很高 我应该花了50%的力气在站稳 真的吗 嗯 我能体会他 就好像我们踩高蹺一样 根本很难唱 我也试过 一开始不会穿高跟鞋 其实我觉得就是 在台上 不要觉得他是一个考试的地点 他其实是很自由的 这个也是我后来慢慢学会 就是不要怕犯错 而且其实我之前就看过 张伟德演唱 嗯 然后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 你是个很会消化歌词的歌手 就是你年纪非常轻 可是你会去把每个字很细腻的去 去内化 所以其实你中间有很多 个别的句子跟词 其实是唱得非常很细很细的 你到底是经历了多少东西 他活了22年 对 所以你还好吗 就是会觉得 呃 你其实有很多细节处理得非常好 但是 你就是太想把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好的时候 反而会 变成你一个小小的绊脚石 就跟你后面的 那些高音的张力 感觉你想要唱 但是你又很怕唱坏 所以你就呃呃的撅在那边 然后你就会卡住 所以 我真的觉得学会放下 然后就是冲吧 这件事情可以慢慢地去体会 好 那我们评审呢 要接下来给心 请给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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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紧张的 对 我就不晓得先问好呢 还是后问呢 你要不要接受访问 还是说你先唱完 你现在脸都 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 你麦克风都快掉下来了 对 有点紧张 我刚刚有陈宇聊天 所以你的好朋友在那边安慰他 他越安慰 他越紧张 所以就不用理他就好了 对 那我们就不用问了 没有 就是我这次是 拿来 奋力一搏 奋力一搏 放手一搏 奋力一搏 对 就是希望老师们 平时的老师们给个机会这样 就是我想要继续留在这个舞台 就是 要加油 我们想给你安慰 但是又怕你紧张吗 不会 我这次是拿我自己写的歌 就是 就是写我能讲的音域 你自己写了个歌 对 就是因为原本挑的歌 然后可能到 开录前两天 然后 版权的问题没有那么好 就是常会发生这种事 对 你还有机会写歌 对 我就想说那算了 我自己写一首歌好了 就至少我写的歌 我不会写我唱不了的音域 但是你不是为了比赛写的吧 你是之前就写好的吗 没有 是为了比赛写 因为本来想改变那一首歌 是哦 这首歌叫什么 不稀罕小姐 有点凶 不稀罕小姐 好 我们现在听听看 你真的不要紧张 自己创作的歌 因为版权的问题 你本来选什么歌 潇洒小姐 现在变不稀罕小姐 对 好 来听听她的作品 不稀罕小姐 Yes Sir Come on Yes Sir 不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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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冒险 我持住情谋 掉心情最矫正 结果我无所谓 对不起造 随便我表演 随便你开不开 喜欢我讨厌 随便有在美 我还是要保佑 十个地图 十个耀眼 一直是焦点 不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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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准 不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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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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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变自己太子潇洒 給老人為難我沒有辦法 執念地理太極愛 學會站立在光是武器 不要叫不要叫不要尿 奇蹟到誰需要誰叫 我自己在被意外 不稀罕這實在 不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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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orgo city city 我跟說話話是成一名美女 想讓我變成個巨大的貝靠 推進了歌曲人認知你嘴 看見了手把每個人寫一個寫十個公子 拍個名音或明明要幾個拍照來一遍 一遍一遍 不稀罕 知then 不稀罕小姐 謝謝 謝謝四位專業的舞曲 謝謝 跟地板融合在一起 這首歌其實音樂寫得還不錯啊 你是花多長的時間 寫了這首不稀罕小姐 那天 大概一個小時吧 你可以寫出這種 花一個小時 那個曲是請誰幫你編呢 是我自己 你自己寫的曲 編的話是專業的 音樂團隊 曲是你寫 但編曲是 對 徐老師幫你編的 也是因為有他們在 我才敢大膽的寫東西 對啊 這個是 這個是Rap嘛 對不對 對 其實就是在寫 我參加這個比賽 你欺憾他 沒有 就是說 我一個人從團體出來冒險 然後 對 然後 製作單位可能兩個禮拜就要 上台比賽 就是給我個題目 那我就要趕快在時間裡面交捲 然後 對不起導演 就是我每次都會 想很一花的表演 希望可以有好看的表演 然後可能他們 他們上次在跌倒什麼的 就跟他們說個抱歉 就是 隨便我表演這樣 就是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幹 就是稀奇古怪的想法太多 這樣跟他們說個抱歉 但是也是個經驗 對 我覺得有請薛忠銘老師來講 編這個曲 你覺得他夠不夠水準嗎 我覺得是夠的 因為 幫他設計這個 我們稱作為Trap 就是帶一點點Trap的這個 陷阱的這個饒舌音樂 那饒舌就帶一點點批判 這類型的音樂就是比較批判的嘻哈 那我們再把音樂加重點 我覺得他就可以釋放他自己 他不用再去做很扭捏的狀態 就是那麼的 好像大家都覺得他是洋娃娃 其實他不是 他是個很有態度 願意努力的人 因為他很努力 所以我願意幫他一把 因為我們上週就講過 他一天 是老師 24當48小時來畫 對不對 非常努力的一個 而且上週進入觀察區 哭到那是 在乎 壓力大 你很有才華 你以前寫過歌嗎 就是有時候會有很多的心情 或是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寫下來 我是建議你 對 我覺得創作如果行的話 可能這方面你可以發展一下 好的 滿有天分的 對不對 來 阿靖老師 我覺得真的要謝謝那個 瀟灑小姐的原作是吧 授權上有一點問題 激發了你的創意 我覺得有時候人生就這樣 其實這個轉機就是這樣來的 你遇到了一個好像跌倒 但是我覺得完全爆發 不一樣的這個Dolly 支璇 而且裡面有一些歌詞 我很喜歡耶 其實在嘻哈的這種創作 其實我們強調是real 我覺得支璇的這一首歌是 非常real的 我講幾個歌詞 因為大家剛剛可能沒有仔細看 他說什麼呢 他說 說我不說謊話是誠意的美麗 讓我變成 個巨大的Baby Rigey 放進來 他跟他講 不是說謊話是淺一的美麗 但是讓我變成一個巨大的Vay 不要推進來 飛進來 認知你對 他這樣用秀 把每張寫一個 幾十個共 快個拚贏或明明 有幾個牌都來一點 他還一遍 我 我在這首歌看到妳的光芒 謝謝老師 對 謝謝薛老師 妳要保持妳創作的這個 PASSION 跟那個 這一次的成功 妳要不斷地累積一點創作 我覺得對妳來講 未來是很有機會的 謝謝老師 我們五位評審 請給心 來 接下來介紹六號參賽者 洪子玲 妳習慣先示弱然後再變強對不對 然後就說 我這個不太會唱唱 然後一唱出來 妳是在騙我嗎 為了唱給阿公阿嬤聽 我很認真的 準備 我還用羅馬拼音 然後空了什麼歌詞 諧音雙關 什麼國字 然後去一個字一個字 把它唸標準 然後我希望在這次的比賽 我可以好好唱完 以上節目由宜蘭賀蒂法 宏莉華莊園贊助播出 歌詞曲 逐策 这老远远算 没你跑的车 没你穿的背 没你冠冠军的梅 这在我妈 你只只想好过 傲啊妈 你敢有太远一辆 你感疼 别怕太疯 你若负责就好看 有空的梅 傲啊妈 哪屁肩就回来的香蕉 有空的金 那天在那边 有我 的手里 作曲 李宗盛 吃了未溶酸 无你抱的帖 无你笑的跪 无你睡冠军的买 这早有安宝 你这些幸福贵 孟晚安 你敢有想云志量 饮感疼 别惦想愤 明天可送到孝困 冬断 冬阿玛 若比着寒笑 回忆的香味 不倔回忆 在天地虚眼 有我 得想你 不倔回忆 不倔回忆 在天地虚眼 有我 阿嬤 在想你 洪子玲 講阿嬤 照理這首歌 你是應該十拿九穩的 十五 沒關係 往前站一點 這也是驚豔的一種 那妳今天唱這首歌 是獻給阿嬤的嗎 獻給阿公阿嬤外公外婆 也對 那今天怎麼會做這種失誤呢 我不知道 好像是我沒有準備好 還沒準備好 這首歌應該你十拿九穩 不過 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是專心唱給阿嬤聽 所以我覺得失敗就算了 因為我要傳達的是我真心的感受 對 但是不見得會失敗 老師常常講 有時候一點 稍稍的閃失也是一種美 你不用這麼害怕 你唱歌有沒有真誠比較重要 對不對 我們請荒山亮老師請 如果能夠給你兩個燈的話 我也不願意給你 因為你今天這個整個表演 從頭到尾我都非常感動 你是認真的 很真心的 把這首歌送給阿嬤 然後那個一點點的 瑕疵來講的話 完全不會影響你今天整首歌的表演 因為你的感情是很豐富的 然後從頭到尾都是 很感動的一個唱法 所以我覺得你很棒 對 我其實覺得選手的 還是沒聽進去比賽的 評審要的是什麼 有一種是真的感情 就是你對阿嬤的認真 當然因為阿嬤 本來應該來陪你比賽的 對不對 他什麼原因都沒來 因為他的腰不太舒服 沒辦法長途跋涉這樣 你們從哪裡來 從台中 台中過來 所以這唱給阿嬤阿嬤 也看影片對不對 對 真誠比較重要 你看老師馬上要給你兩個燈了 那事物就要檢討 不能一犯再犯對不對 對 那你看從前面 今天算第六集 前面幾集也沒看出選手 到底在不在乎 你後來發現每個選手非常在乎 以後要切記今天所犯的一些毛病 對 好 不要哭 來 是因為我剛剛唱到一半的時候 我一開始開頭 我就想到阿嬤 然後就有點 有點難過 為什麼想到阿嬤難過 應該 多久見一次面 因為我是整個情感都帶著我進去 然後在唱這首歌 所以就是有點想到阿嬤很辛苦 顏老師 我其實覺得你年紀輕輕 然後可以被這樣子的歌曲感動 然後自己可以帶入 其實我會感覺到 你應該是經歷了蠻多的事情 你才可以在這幾個禮拜的歌曲都唱得 怎麼講很超零 我其實也不知道你人生中 經歷了什麼東西 但我希望你可以繼續唱下去 然後真的剛才的十五只是一個 非常小 而且我覺得你很厲害的是 你沒有因為那個音影響到你後面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你有穩住 我希望你可以藉由唱歌幫你 紓壓然後把你全部內心的喜怒哀樂 透過音樂唱出來 因為你唱歌真的很感人 謝謝 拜託你唱下去 謝謝 你看到沒有 就是你之前訪問都沒感覺 像機器人一樣 你現在反而有感覺大家是爽 好 你看你今天跟我聊得比較多 對不對 你平常也不太甩我 沒有 我問你半天你也不講理我 好 那五位評審請給心 好 接下來要介紹上週 也就是第七位參賽者 上週留在觀察區的王彥堂 彥堂 緊張嗎 還好 還好 就是 被淘汰過了所以 沒有淘汰 沒有淘汰 進去觀察區過了啦 所以比較放鬆了 你看其實前面之前也表現不錯啊 對 但是剛剛唱一唱 被他們兩個又有點壓力 因為那邊有兩個五顆星了這樣 對 重點是 他唱不好也哭啊 評審讚美他 他也是哭啊 對不對 真的要把這個舞台當一回事 今天唱哪一首歌 這是不吉利 要擅長的 你看 你怎麼會選這個歌呢 這也是跟 就是老師他們 一起討論出來的答案 千萬不要這樣講 感覺上次 我要送你走的感覺 不是 沒有 沒有 好 專心有練了 有 反正聽聽這首歌 擅長的擁抱 從你的眼角 慢慢的明瞭 我能做的很少 原來你藏著傷 但不想和我聊 你選的電影 像某種預告 不慘白的主角 你選的電影 像某種預告 不慘白的主角 三場的擁抱 我還在燃燒 但你心裡的浪潮 拒絕讓我看到 沒煎熬 不肯定什麼是最想要 愛在柔向樂園 又像煎熬 三場的擁抱 溫暖的心跳 多寧願只是掙承 還能道成和好 我知道 我們和你們不能比較 但我的愛多強悍 祝福你預料 三場的擁抱 三場的擁抱 我還在燃燒 但你心裡的浪潮 拒絕讓我看到 沒煎熬 不肯定什麼是最想要 愛在柔向樂園 又像煎熬 三場的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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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的心跳 多寧願只是掙承 還能道成和好 我知道 我在你的回憶 乖乖乖搶 tries要 卡 越是掙脫越恰惹 我比你明亮 王彥堂 擅長的擁抱 你現在不說參加比賽 還在健身房嗎 離職了 是為了比賽離職啊 沒有 因為我原本大學在台中讀書 然後剛好也畢業了 就回來這樣 就離職 那你接觸健身這是 讀書的時候就接觸了嗎 對 因為我本身是練體育的 那你家人支持你嗎 當健身教練 是支持啊 但音樂他不太支持 反而音樂是不支持的 對對對 因為 他會覺得我現在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意義嗎 就是 現在就是這麼多人在競爭這個行業 但是我還是很佩服你們抱著理想的人 還是為了自己理想 跑目標向前進 我們還是要支持你 我也希望你爸爸支持 有 他現在有比較支持一點 他可能因為 在這個節目前我也有在比賽這樣 可能有一點成績 他覺得 好吧 你就試試看吧 路是人走出來的 怎麼樣走出一條路是看你自己 好 我們請評審老師做講 阿清老師 我覺得你有一點分心耶 我所謂那個分心是什麼呢 就是 好像又有很多的 感覺 你並不是在跟一個女孩子唱歌 這首歌是在跟一個女孩子很深情的告白 旁邊沒有雜物的 沒有雜念的 就是這個女孩子 我喜歡你 但是最後不能在一起的故事 但是你突然在跟這女孩子告白的時候 你爸說不支持 然後我的健身教練叫我回去打工 糟糕 等一下回去好像車一點 有沒有 沒有 告訴你就是 這個是一個 你必須要 跑開這些事情 上舞台 你是 你就是音樂人了 現場至少 我現在算有六七十個人 在挺你一個人喔 我們所有的時間 都留給你那三分鐘 但是你有沒有把握住 所以舞台是留給那樣子的人的 那今天我覺得 有一點點小可惜 好 謝謝老師 彥老師請 我也是同感耶 我覺得阿清老師講得非常好 我剛剛 很努力的 想要進入這首歌 但我覺得你真的太理性了 就是 我從你的後面的那些比較powerful的高音 就感受出來 你就是很努力想要把這個音唱得很有力 然後很完美 好 你每一次都是差不多的感覺 就是好像你還沒有內化 然後我不知道你在唱歌的時候 你腦海裡有沒有一個畫面 或有沒有一個對象 就是如果你分心的話 你可以試著找一個對象 對他唱 可能會對你的唱歌比較有幫助 因為剛才真的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錄好的一個CD在播 但是少了那個感情 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 謝謝老師 好 五位評審要該給新的時候 來 請給新 請給新 接下來介紹的是 8號參賽者 這位也是在觀察區的這一位 歡迎胡志希 今天穿得很漂亮 謝謝 謝謝 新娘婚紗 簡便型的 哇 妳這禮拜是要面臨唱台語歌嗎 對 這禮拜要唱台語歌 那個張榮是第一次跟您 在第一集合作的嗎 對 是的 我們第一次唱 那你們兩個在觀察區 你們互相鼓勵啊 有 但是我們兩個都 現在他很OK 他這第二首歌唱得非常好 所以我現在壓力更大 而且又是台語歌 今天帶來什麼歌 今天要唱的是 江蕙老師的 七老八十 七老八十 對不對 來 一起來欣賞 因為我是完全不會台語 所以這次有找一首 我覺得旋律什麼 相對來說比較好把握的歌 可以比較展現我的唱歌實力 這樣子我就可以專心 把台語練好就好 有點像在準備考試一樣 所以我一定要考到好的成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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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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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手指是越顶越爬 咱的感情也就爱感觉 我爱你的白头疼 爱你爱跟七老伙子 你的手 我买得一世人 我借你一样 披着风择沙 你丢你我都甘远 加速的担对我 心心会变化 哦 我的心肯定过你一样 有时间难的路来路满 老大 路行 路远 有时久的均匀 让你听 你这心肝行的路来路满 我爱爱你的白头走 爱你爱靠起来月车 手指是愈定愈薄 难的感情也就爱感伤 我爱爱你的白头走 爱你爱靠起来月车 你的手啊买咖一世人 你的手啊买咖一世人 起来月车 胡芝稀 你唱这首歌 蛮轻松的 每个人都有他想婚的年龄 你今年29岁 又回想过去 有没有曾经想要结婚的那个年纪 其实没有 我一直会觉得 我从小就觉得 我想要30岁以后再结婚 有的人可能年轻 17 8岁都有梦想 就非得要嫁这个人 可能拖过这个时候 他又拖到26 7岁 有时候一过30几岁 所以你之前都没有这想法 当然有 之前会有想嫁的人 但是还没有到想嫁的年龄 你想嫁 你要拖到你的年龄 到一个程度 对 你的才华洋溢 你会的语言应该有很多啊 我母语是英文 然后国语 然后粤语 然后我高中有学7年西班牙文 哎呦 欧拉 欧拉 西班牙文 拉丁语 很多人用啊 对吧 是 对 才华洋溢 来 我们请评审来讲评审 薛忠明老师请 我觉得你准备好了 今天加上这个造型准备好结婚了是吧 如果你赶快去结婚就唱这首歌 我觉得新郎会非常开心 真的 因为你就唱得很甜蜜 真的 不要等到 活了35年后再去结婚 好 早一点 这感觉好像在逼他结婚的 不觉得吗 这个歌唱得很好啊 节目里的非常男女还是什么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你们不觉得这个唱得很好吗 他就唱起来很有甜蜜啊 有 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 因为二姐唱歌就是很沉稳的 就是那种 诉说 然后感觉你有那种 就是很想要渴望爱情 就是决定跟这个人活到80岁 刚刚已经以为我在参加你的婚礼了 对 那个红包一包包一包这样子 没有 因为现在的婚礼啊 新郎跟新娘都很忙 他们又要准备跳舞啊 又准备唱歌 那这一段你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如果拿掉这个 台语的咬字的部分来 我觉得这个歌的情绪 真的就非常到位 那五位评审 接下来要给薪了 来 评审请给薪 接下来介绍的是九号参赛者 一起來欢迎龚子薇 以上节目由伊兰赫地法 宏莉花庄园赞助播出 优优vest 艺杰赫地法 em 记得被你跑的有多高 信任你的环保 在我话题翻车后炫耀 不了我们天长了烦恼 你没把我煎熬 得我在计划完了糟糕 睡得幻想完美的飞翔 就像练习相爱的时光 我冲冲追加 才知道多少我们都会鼓掌 时间差一点良好 那一点不秒 美丽的食物 想了你伤了我 才学会彼此呵护 爱情吹不产巧 脱衣不到了好比这礼物 让我们把我始终见幸福 谁的幻想完美的飞翔 就像联系相爱的时光 我初中睡觉 才知道多少我们都会鼓掌 时间差一点良好 那一点不秒 美丽的食物 想了你伤了我 才学会彼此呵护 爱情吹不产巧 脱衣不到了好比这礼物 让我们把我始终见幸福 你却你调 不管疤痕 我永远是最美的 我们教会了 我们教会了重情与平衡 时间差一点刚好 那一点不秒 美丽的食物 想了你伤了我 才学会彼此呵护 爱情吹不产巧 退不到了好比这礼物 让我们把我始终前幸福 公子威 《始终前的幸福》 这首歌的创作者 好像也是马来西亚歌手 对 是艾薇 艾薇 她以前是啦啦队 所以她就用这首歌来比喻 男女之间的爱情 但是你十七岁唱这首歌 会不会太 早熟一点 你怎么去体会那种爱情的感觉 我觉得 我可以用其他方面的东西来 还是你是看演唱者的 林沫而已 没有 用自己感觉 对 就慢慢看了歌词的意思 然后就把自己 带入艾薇的角色 你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 好像来看看爸爸的眼神 没有 好 没关系 我们就不找这个话题了 你来台湾的每一趟都要待好几天嘛 对不对 对 差不多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你最喜欢食物是什么 鹹食鸡 什么全家都很喜欢鹹食鸡 要到夜市买对不对 对 子萱也很喜欢 对 好久没看到她 对 她每天都吵着说要来 对 她现在 但是因为她现在就比较专注在 运力体操 她在练体操 她迷向运力体操 是喔 就一直要飞去吉隆坡比赛 她好像要做一件事情 都挡不住她了 对 就阻止不了她 可不可以改变迷向的举重了 练体操 好 我们也非常想念她 来 接下来我们请 演艺哥老师请 这首歌很难唱耶 恭喜你 我觉得你唱得很好 谢谢老师 其实一开始你 这种歌我会比较担心的 是因为它的groove很重要 那你其实一开始拿捏得蛮好的 那当你拿捏好 因为你很会唱 所以对你的要求 会稍微高一点点 就会担心 啊 那这个R&B 你会不会太油 但是我觉得你 快碰到那个太油腻的时候 你又回来一点 我就说okok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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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像瓜哥讲的 可能你太年轻了 所以那个失重前 幸福那些 拉成那些情感面 可能 还太单纯 which is ok 但是我觉得可能 像我还是有 其实不一定每次 Alleb都要照着原唱唱 其实我觉得那种 嗚嗚啊的东西 它其实只是一个 情感的延伸而已 所以 之后 不一定是这首歌 可能之后的歌 有这些嗚嗚啊的 你都可以去玩一下 你自己的 感觉 让这首歌 更像你自己 想要表达的东西 阿清老师 紫薇就是一直 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 很高分的 有没有 以前我们在班上考试 永远 你就不用想了 老师念 第一名谁 第二名 就前三名 一定就会有他 就是很稳的一个 一个歌手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就是假以时日 一定就是一个 碰到好的制作人 好的作品 但是你在音乐圈 真的要变成一个 全能歌手 能够是成立的 音乐人的话 音乐歌手 能发唱片的话 我现在还不是很确定 好像他 比如薛老师 你懂意思 我们唱片公司 ANR 老师最懂的 就是你到底要唱什么 曲风才是对的 应该说 缺点是没有 应该说没有缺点 但就因为没有缺点 反而失去了 情感 就是 因为节奏蓝调 很多东西就是很多 我觉得你就唱到 很完美 但我们ANR的逻辑就是说 那你的角色的扮演是什么 对 这个蛮重要的 对 但是你现在就是一个 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 璞玉 什么音乐给他 就绝对不会唱太差的 对 但是什么才是你的天命 天命 这个可能 我们比较期待后面 能够听到 就是他 要不要 天时地利人和 聚集在一起 你就成功了 那我们接下来评审要给薪了 评审请给薪 接下来介绍最后一位的参赛者 一起来欢迎李嘉宇 当初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就觉得 就是他的编曲很干净 就是简单的吉他跟一些弦乐 你本来是台语的 不是 我不会讲台语 也是不会讲台语的 这个还可以 另一个点是我觉得 吴森梅老师的作品 蛮介在 稍微比较传统一点形式的台语歌 跟新潮的台语歌的中间 算一个中介点 我觉得可能会蛮适合 爱情观台语的台语歌 是你 給我一個夢 有千村 白暗做孤單 心疼 也要有期間 三年 三年 啊 數量無尊 啊 數量無尊 我那一切 都會在這裏面 在哪天 天天 啊 數量無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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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無尊 其實在你人生當中 你現在最思念的人是誰 最數量的 我其實這首歌是想要唱給媽媽聽的 哦 媽媽 就是 我其實 就想在這個時刻唱是因為 不確定自己到底會走到多遠 然後我其實當初 要來這個節目試鏡的時候 我媽非常反對 為什麼 我剛畢業 然後她覺得我 為什麼要再浪費時間 因為我其實花了一年的時間 沿逼 就是多拿家裡一年的生活費 然後我媽覺得 她已經給我很多了 然後不希望我再浪費時間 然後 這個其實天下父母親啊 都是擔心啊 嘴巴是這樣講 是怕你快腰洗啊 對 我知道我媽其實是擔心我 就她其實 默默地還是做很多事情 我昨天還在看 她就有去YouTube底下幫我留言說 這個投票怎麼樣之類的 就是她其實還是很關心 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 她只是擔心我 沒有辦法好好照顧自己 所以 大家的環境都差不多是這種情形 對不對 那你今天有什麼話要跟媽媽講 因為媽媽一定有看這個節目 關心你的比賽嗎 我 要現場說起來有點害羞 等一下 給我三秒鐘 說實在 她平常也看不到你這種真情的告白 妳這時候真情 透過一個層螢幕妳才敢啊 對不對 好 我覺得 我一直不是一個很好的女兒 然後 讀書讀得很好 硬要跑去讀一個 會花很多錢的可喜 然後喜歡做的事情 也 會花很多錢 然後又是一個 有一堆想法 一直會跟你吵架頂重的女兒 然後 我知道我現在做每一件事 每天都讓你很擔心 但是我會 一直很努力做到 讓你不用擔心的那一天 但是我現在就很努力 其實你可能沒有跟媽媽聲談 也許媽媽心就覺得你唱歌很好聽 幾乎看爸爸媽媽也很少這樣講 所以對小孩的讚美 其實要不另一個讚 要一直給讚美 但是又怕你太得意 所以父母親其實肯定你 所以剛剛唱這個 是以媽媽來當這個背景 所以唱得非常感情 那我們請荒山亮老師來給一點意見 我相信他們 絕對是出自於愛跟你講這些話 你今天這首歌呢 有犯了一點點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錯誤 但是沒有關係 當歌手就是會在台上犯錯誤 我這輩子當歌手犯過的錯誤 比你吃過的鹽還要多 但是你要怎麼樣在台上化解自己的尷尬 自己的錯誤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功課 不管你今天這首歌唱得怎麼樣 從頭到尾我都感受到你對音樂的那個熱情 那個熱愛那個是絕對不能夠用金錢去衡量的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那麼棒 到底怎麼回事 壓力越大你們越棒 今天要淘汰四個剩六 所以大家也奮力一搏 因為家人有寄望的一些親情在上面 所以也不能讓家人失望 對 顏老師 我其實覺得你很厲害 我曾經在我十五歲 我還在香港念書的時候 我參加了一個很大的歌唱比賽 我整段主歌的枉詞 但是 你剛才完全沒有慌 而且你最後竟然穩住 還把我唱哭了 就是你是完全在音樂裡面的 我覺得 全能歌手真的讓我看到了很多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就是純粹只想好好唱歌 只想有一個舞台 就是把自己的情緒唱出來 很單純 然後就是這一份單純 非常非常地珍貴 也非常非常地感人 不要自責 如果你剛才有犯任何錯 沒關係 因為你真的超厲害 你還是把我們唱哭了 所以很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不要再追究以前錯的 就是要記取教訓而已 來 往前一點 五位評審要給心了 請給心 各位觀眾朋友 十位選手統統比賽完畢 上週是有四個在觀察區 但本週是要淘汰四位 接下來要把這個問題 丟給我們評審來傷腦筋 到底哪四位要淘汰呢 來 請討論 但是看起來你們投票感覺應該 如果以票數來說 現在我們先 以及今天 分數來講 一星的應該是 王彥堂的擅長忍報 還有一個張維的曾經看的 是 某子銘雖然 如果太順遂 可能不是他 應該陷阱大家不知道 那我看看另外一個 我們想要透有這麼多票 因為他今天選 那首歌真的不好唱 原曲又有點搖 我滿想鼓勵他 對 因為我覺得他有突破他 這幾次來的一個精神 挑戰了自己 我覺得這舞台就是說 你是全能 但你有很多的缺陷 可是你有沒有挑戰自己的勇氣 以平均值來說 他真的是 在唱功的部分 他的確是很吃虧的 但四個也是要選出來 對不對 休解 你們慢慢研究 好的跟我們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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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壓淘汰賽 剩十位選手 今天要淘汰四位 的確是非常高壓 那站在我左手邊 是上週 在我們的觀察區的四位 那我右手邊六位是順利過關的 那本週會有什麼變化呢 我們要淘汰四位 首先要淘汰的第一位 請梁怡貞老師請宣布 第一位淘汰的選手是 王彥堂 來 彥堂請出列 有心理準備嗎 有 那 有什麼話要說 首先 還是先謝謝 這個節目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 在 因為我很喜歡音樂 我其實很想要朝這個 路去走 那 時間也還不長 我覺得 有這個機會我已經很開心了 對 那在這個節目因為 一直在嘗試著不同風格 我相信大家也是 那 就是找到屬於我自己的定位 那這一次的兩首歌曲 可能不是詮釋得太好 我回家內話內話 對 我們也聽聽評審來說明一下好不好 來,梁怡貞 其實我覺得彥堂你就是 少了一點 我覺得你要更專注 然後要更相信自己 然後我覺得不要局限自己 你要用那一種決心讓我們看到 你有多喜歡他 希望你不要放棄 然後找到自己那一股熱情 加油 喜好使 謝謝彥堂 接下來要請我們荒山亮老師 來宣布第二位淘汰者 老師,請 我要宣布第二位淘汰的選手是 張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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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是你啊 是 我真的也沒想到 你有想到嗎 有一點點沒有想到 有一點沒想到 對 所以你也沒有準備要離開對不對 對,我有一些想法 那請說 我覺得今天被淘汰一定是有不足的地方 然後我一定會回家好好練習表演 還有音樂製作 然後當一個全能歌手 嗯,好 來,荒山亮老師請 好,今天為什麼決定是你 我們不是否定你 我們是對你有更多的期待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部分是需要時間去練習的 那我們一致認為說你當然很有特色 但是遇到你擅長的你就很好 遇到你不太擅長的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應付 甚至應付這種 但是這不是你的問題 我覺得你需要 我們覺得你需要一點時間去調整共鳴啊 然後去調整一些發聲的東西 那個是需要時間練習 那我們也期待你在做好調整以後 再可以再回來挑戰 好不好 那不要放棄喔 一定要加油 謝謝老師 後衛有期喔 張龍,謝謝 現在看到沒有兩位淘汰的 上週留在觀察區的 接下來第三位 是否也是觀察區的 有點懸念了 阿靖老師,請宣布第三位淘汰者 今天第三位要被淘汰的選手是 張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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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維來 有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淘汰 有 為什麼 因為其實 今天會選曾經太年輕這首歌 一開始我不是要唱這首歌 但是因為 又是版權惹的貨對不對 不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就是 就是老師都跟我說 就是希望我可以挑戰 不一樣的歌 然後 因為我 我是一個很 不喜歡讓人家失望的人 所以我就會希望 我也可以把這首歌做好 然後 就是希望老師會喜歡 然後我今天沒有把它詮釋得很好 就是很對不起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選秀節目 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很 很奇妙的體驗 然後 我沒有表現得好 但是 如果還有機會 大概會有的話 我一定會拿出我 我昨天哪首歌 帶給大家 然後 謝謝 謝謝這個節目 給我這個機會 這一哭也哭成一團 這是同台 還相處幾個禮拜 就也非常有感情 對不對 當然我們也要知道 淘汰的原因 對 以修正下次的路線 對 阿靜老師請 其實我覺得今天 不管是淘汰 或者是留下來選手 都要有一個心態 你們能夠在民視這場節目 全能歌手站到現在 其實都是 一時之選了 我覺得張維的部分 其實你的音樂性跟聲音 特色是絕對有的 但是我覺得 評審一致認為 你還有一些空間可以去思考 這空間代表什麼呢 除了你自己對 歌曲的 範圍的寬度 比如說你今天說選歌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提到的問題了 老師跟製作人會提供你更多的可能性 其實也在為了你未來 或許你哪一天就變成職業歌手做準備 一張專輯不可能十首歌 都一個曲風吧 對不對 我相信如果你有機會出專輯 也不會想當一片歌手或一首歌手 是吧 所以你要有更多的武器 那我是開心的 因為從第一集 包含張維跟嘉瑜的組合 其實那時候就很 我們就已經很猶豫 可是我們希望給有音樂性的孩子 一個機會 我覺得你們走到這邊 已經非常棒了 但是再給自己一點時間沈澱 吸收下來 回去看看自己的表演 自己對音樂的熱愛 重新沈澱 我相信你會變得更好的自己 好 OK嗎 好 加油 也謝謝學忠銘老師 後衛尤其 謝謝 今天要淘汰四位 目前已經淘汰三位 也許跟各位的預期不一樣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專業的評審 沒關係 我們還是接受大家的批評指教 接下來要宣布最後一張 到底是哪一位要淘汰 我們請 炎毅哥老師 請宣布 今天要淘汰的第四位選手是 對 結果你參加過很多歌唱比賽 對 這個有輸就有贏啊 那你今天有預期自己會淘汰嗎 有 那你是沒有準備好啊 有準備好 就是 當然我覺得 你今天有預期自己會淘汰嗎 我覺得 呃 比賽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比賽 就是 最強大的敵人還是自己 嗯 對 所以 呃 我還是知道我自己缺失的地方 對 所以 經過這次比賽 呃 會回去再改進 對 謝謝這個節目 讓我有機會在 這裡唱歌給大家聽 其實真的 呃 今天離開不是一個否定 那我覺得既然 這個節目叫做全能歌手 我們 看待大家的標準一定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有時候 呃 很會唱歌當然是非常棒的一個事情 然後也是一個歌手 必須得要有的 但是現在就像 呃 阿慶老師講的 其實 呃 很現實 然後現在網路這麼發達 其實每個人的 呃 Attention span都很短 那你要在最短的時間抓住大家的眼光 所以你如果是還不錯是不夠的 你要有特色 你要有熱忱 你要有一個讓大家覺得非你不可的一個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大家都可以回去思考一點 後會有期 那也許觀眾朋友的意見也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接受大家的批評跟指教 但是這個就是高壓淘汰賽 接下來他要宣布的是 你們這兩集 這六位當中 哪一位表現得最好 也就是我們的MVB 我們有賞有罰 有罰就有賞 好不好 來 薛中銘老師 請宣布我們這兩集的MVB 好 首先 恭喜你們 能夠走到這裡很不容易 我覺得所有的評審老師對你們的肯定 也認為你們在這舞台上都是經過磨練的 而不是隨隨便便那種個站在上面 那今天這個MVB是 兩集以來 我覺得 這位 他無論如何 永遠 都保持他奮力一搏的決心 即使覺得自己很渺小 所以今天的這個MVB 我頒給支璇 支璇 你們像驚弓之鳥或什麼 你不知道說什麼對不對 對 因為評審講的意思就是 你會逆轉 而且你很能懂得舞台的魅力 而且最重要您有創作的能力 因為我們是全能歌手 如果是光比賽歌 那就不叫全能歌手 有 其實我來這裡也學到很多 包括我在創作 因為其實我在寫的時候 其實我把它寫太滿了 然後因為路的時候可以分段路 四個八四個八路 但是我發現我寫完發現 我真的要在台上開著麥唱完 那也是一回事 所以我也學到了這點 所以在這裡有學到東西 我覺得真的很棒 因為畢竟大家都好厲害 真的 也不要小看自己了 就是每一集都要戰戰兢兢 好 謝謝也恭喜妳 謝謝 那我給觀眾留下一個懸念 最後冠軍是這六位當中嗎 不一定 所以我們今天謝謝他們 精采的演出 也謝謝我們辛苦的評審 謝謝梁藝蓁老師 光山亮老師 阿信老師 顏毅格老師 衰忠銘老師 也謝謝辛苦伴奏的 HERRY樂團 更感謝所有選手賣力的演出 下週有更緊張刺激的賽事 也有你意想不到的人 你會見到他 一定要守住我們的幾頻道 別忘了 每個禮拜六的晚間八點 守住民視收看 全能歌手下禮拜見 有更精采的賽事 我覺得有點遺憾 因為我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很想要在這個節目表現 然後我都還沒有拿出來 然後很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 能再讓大家看到很多 我不同的作品跟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真的還有很多東西 想要繼續跟大家分享 曾經拿過一次MVP 然後今天被淘汰 其實我第一個反應是會覺得說 我其實沒有表現的不太好 我會覺得其實歌唱節目就是一個 很主觀的一個比賽 因為我真的覺得 蠻不公平的 我覺得我的 這幾次的表現 也有符合這個節目的名字 全能歌手 這樣我完全沒有對不起我自己 我覺得沒有遺憾 我在短時間內 把我能做到的舞台 就是獻給大家 那當然也是因為這樣 我才知道我哪裡有問題 回家做修正這樣 我覺得我可能在表演上面的魅力 沒有展現開來 如果有敗部復活 我會把剛剛那六個 其中一個刷下來 對 等我 我知道就是我喜歡類型的 舞曲風跟Trap Zone 很少很少群眾 但謝謝老師 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我覺得我盡心盡力 不會對於自己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雖然很意外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是 拿了我實權的實力 還有跟能力 去做好這件事情